聊一聊咱们一些球员的成长之路 我觉得也是非常应景的 因为我们的球员也是在一个不断成长 不断成熟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尤其是郭浩 因为郭浩一方面是咱们球迷非常喜欢的球员 另外一方面也是目前咱们这支天津队为数不多的 几个屠蹭屠掌的本地待遇 这已经人数凤毛麟角了 要割以前可能这个不叫新闻 但是现在随着职业化浪潮的滚滚前行 咱们天津金门虎的真正的天津籍的本地球员 在球队当中已经是为数不多了 咱们先说说这一点 郭浩在目前这支球队 因为你也是二进攻了 又回到现在的金门虎了 队伍当中像你 包括小熊 这可能就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天津人之一了 你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 就是目前以一个天津人的身份 在天津队效力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可能自己作为球员 包括天津阶级球员来讲 从小也是在天津的球队成长 自己在队伍里我觉得可能责任更大一些 我也希望无论是在场上场下能发挥出 现在也可以说是一名老队员了 发挥出队员的作用 现在也希望后面有更多的天津籍球员来去代表天津队来打比赛 郭浩现在说话跟以前就不一样了 以前我记得 你去采访 包括最早我奢求那几年 那会小郭小号说话还很腼腆 现在已经读了 我是一名老将 但是确实也是 你看93年出生到现在已经是年过而历了 确确实实是一名老将 而且由于是本身的天津人 所以刚才他自己也提到了 身上有这种责任感 像郭浩所刚才提到 实际上是一种本土的象征意义 希望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自己的家乡子弟 能够在球队里面发光发热 这个赛季 咱们讲 球的无论是外部环境 还是咱们自己的竞技成绩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尤其是联赛的上半城 表现的是非常出色 一直是保持不败 当然这个成绩随着赛季的深入 包括我们队员 开始出现大范围的伤病 有一些滑落 总体来看这个赛季 你怎么来看球队表现 包括你自己的发挥 总体来讲 应该是发挥出我们自己在冬雪练的一些东西 可能我觉得球队正能量的东西比较多 而且包括训练 大家都是做到全力以赴 我觉得球队就像家一样 在一个家长带领下 全队都是往一个目标去共同前进 我们可能追求可能是有这些股票 但是我们肯定是希望把后面的比赛打好 然后把成绩更一步的提高 是的 所以这也是到了现在郭浩这个年龄上 可能对足球的认知和年轻的时候相比 也会发生一些改变 现在平时的生活当中 除了踢球以外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兴趣 尤其是有了孩子 你自己赶紧提的 当了父亲之后 是不是更多精力放在孩子身上 现在除了训练之外 可能更多的会去接送孩子 包括是带孩子去玩 可能除了工作就是孩子 就是孩子 我们每个来到华晨的国内球员 我们都会问 外员我们也问过 你这个球员时代 从踢球到现在 有没有自己的adole偶像 或者说哪一个比较喜欢的球员 偶像 可能就是之前 我觉得现在就是来到 之前来过中场的马斯切兰诺 马斯切兰诺 从利物浦时期可能就比较有关注 你这关注时间不短了 可能包括风格也比较想象 同一个位置 对 同一个位置 风格包括也比较想象 一直就是他 没有改变过 马斯切兰诺 当然现在马斯切兰诺已经不踢球了 在当教练 当教练了 执起教鞭了 所以这一点也可以问问你 你有没有考虑过以后退役之后 因为你现在30岁了 可能再有个几年 可能也要面临退役之后的选择问题 你有没有考虑过执起教鞭 这个肯定有 我觉得自己可能以后怎么说 现在肯定想更多的去延续职业生涯 然后等到有一天提不动的时候 可能继续的能为天津足球做出贡献 刚才说到这一点 郭浩 这个有点意思 队长修标没带上 结果人还走了 非但没带上修标 结果这队我都不带了 我走了 咱也不知道是不是没给队长修标闹情绪了 开玩笑 也不是一气之下 反正21年加盟了苍州雄师 而且当时还不止你一个人 像当时的凯木 刘洋 包括外援 阿哈迈多夫 就一起去了苍州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现在回过头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因为可能自己到年底的时候 也没有去续约 包括也是等了很久 球队那边没有给你一个明确的说法 对 然后也去了解 可能球队存在不太稳定的情况 就是解散可能 然后自己可能在球队还没有宣布 从回到中朝的时候 可能已经在那边已经签合同 应该签合同 其实这一点来说 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你包括现在 沙特 咱们说金元足球 当时也很多外国的媒体 也会拿它和当年中超去相比 马达特在最近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就说了这句话 因为当时他也在金元时代 指导过山东主能 对吧 他就说这句话 他说我完全不赞同外界说的 球员为了钱去沙特 没有任何的长远的报复和理想 他说我职业球员就是十几年的光景 那么这是我们行业当中特有的这种属性 或者是这是我们这个行业特有的一个特点 那么球员选择对自己待遇更好的俱乐部和自己更好的发展的土壤 何最只有 他说这个是很正常的一种情况 如果我 他就说他当年在中超 如果还有一个未知的大陆等待我去挑战 如果条件合适 我依然还会去接受这个挑战 这是马大帅最近接受采访时提到 我为什么提这个事 反映到郭浩身上也是 当时你说咱这边是死是活 前途未卜 对于郭浩来说 那会还不到30岁 也是到职业生涯 正是一个黄金的这么一个年龄 作为职业球员 他要考虑的就是我未来 我到底要去哪里提 那么苍州那边正好有这个机会 对吧 选择这个我觉得也是无可厚非的 这一点 史白你这么多年的从业记者 是不是感受也比较深 这个就是很多职业都是 人往高处走 是往低处流 对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可非议的 每个人都是要养家户口 这是最简单的 是的 而且还有更高的一些追求 我觉得这个是那个 关键是你在这个地方 你给俱乐部能留下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对 就说比如说像很多 我们知道在国际赛场上 就是说有些明星 他即便他走了 他会给俱乐部留下很多漂亮的进球 很多美好的回忆 甚至最深处的给留下一笔非常不菲的转会费 对吧 这都是每个球员能给这家俱乐部留下的 像我觉得像郭浩 王秋名他们说是他不仅留下了一些美好的回忆 而且他还回来了 这个就是特别 给俱乐部留下了很多可以怀念的一些东西 而且查一番后一些谈资 一些感慨的一些事 我觉得这些回忆就是最美好的 就可以了 刚才提到这一点 就是郭浩能给我们现在来 回过头来讲一讲 当时是怎么能够又重新从苍州又回到了天津 因为当时我们能够修明 修明当时回来的时候 鱼之老在当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你回来的整个的历程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自己可能也是比较想回到家乡球队来去踢球 然后也是在这也很感谢就是球队教练组 包括领导给予我的信任 也挺感谢就是藏州那边也没有设置什么障碍 自己反正怎么说 也是作为一名父亲 也是孩子今天也上学了 包括这个家庭 包括工作 我觉得也是需要我自己衡量 然后自己也是从小大部分的职业生涯 全是在天津对效力的 也是希望能够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 来去尽自己最大能力去帮助天津主任 其实聊到郭浩的成长 就不能不提我们之前提到过的 就是这个93年的段梯队的 因为这支球队 其实我觉得不仅仅放在咱们天津足球的历史 包括你现在整个全国足球的历史当中 这支球队也是很有代表性的 咱远的不说 你像邱明 李源一 包括郭浩 是吧 包括大家还比较熟悉的 现在在深花的杨泽祥 包括原来也在台达TU的李志斌 等等 高启明 周启明 这都是他们那一批 如蜀家珍 人才太多了 这个确实 我刚才我讲的这个原因 就是放在整个中国足球职业化 这都是一直很有代表性的球队 当时那支球队 你们是有什么好玩的小故事 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对我记忆挺深的 在成都好像我们夺过一次冠军 当时可能是通过点球 可能在那个阶段 有点球绝胜 对自己心理压力还是比较大 可能之前没有夺过冠军的成绩 到这个程度也是第一次 这个冠军 其实在这些队员当中 心目当中的分量还是比较重的 史白当时你去采访这支球队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到过这支球队会结出这么多雷雷的硕果 我记得有一次特别有意思 他们去好像是湘河基地 是国庆队邀请他们去踢一场热身赛 陪着国庆队练球 我说陪着练球 这得输多少个 结果到那就把他们给绊了 对 那点军哥很有信心 你记得吗那场球 一上场 他们这个队 他们这个队有一个特点 不是说郭浩年 他们对普遍身材都不是那么的强壮高大 但是他们这个队的 比如说韧劲 还有速度 这个方面还是可以的 对面全是人高马大 普遍都是一米八几 大哥那种感觉 国庆那阵选拔 选人的标准 但是最后就输了 然后输的是体无万负 我觉得 对 但是还有一点 大家就比较关心 就是说你们 你看你也好 邱铭也好 袁一也好 一起从这支球队成长起来 你们在职业赛场再碰见 这个感受和当时一起在这个踢队里踢球 在青年队里面踢球 这个感受一样 你们当时内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也是比较纠结 你在赛场上肯定是个位棋主 但是你下了球场也都是好朋友 包括在一起吃饭也会聊以前在踢队的这些有趣的这些事 我问你一句 你们当时在930段踢队的时候 包括你刚才提到在成都拿冠军也好 还是平时训练也好 你们自己有没有想到过有这么一天 你们大多数的人还都能够在一线队的职业赛场上再相遇 甚至有的人的成就会到各自球队的队长 你们当时有没有畅想过这样的一幕 我觉得在那个发展来讲 反正作为我来讲 我觉得这支球队应该能在中超立足的人 我当时就觉得不会说风猫灵妖 应该会有五六个或者是很多 当时就有这个感觉 我为什么就说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要知道竞技体育尤其是足球成才率是很低的 你要说一支球队能有两三个最后能够成长为一线队的主力 或者说鼓鼓之臣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这支球队基本上是现在整个建制都到了目前的中国顶级联赛的序列当中 所以这一点来说是非常不容易 从梯队在2013年你就进入到了一线队 我记得当时他的首秀我也说 而且今年回到特达球场 第一场看深圳之前大家也都有一些数据的回顾 就说目前在队里还在特达球场踢过球了 遗憾只有鱼洋了 当时他和国安队来 结果有的球迷就悉心的发现最后一次在特达球场踢的时候 郭浩其实在名单里 但是你没上场 你有印象吗 最后镜头还给到他 他当时很别懵懂 还在那 那时他应该是刚刚进入一线队 对吧 然后转一场你上了 打身心 最后一轮打身心你上了 现在回过头来又回到特达球场 当时你那个是什么样的感受 之前我还和他们聊这个事 当时我记得特别辛苦 在70分钟左右 教练可能让我去做准备活动 可能自己当时作为球员来讲 感觉眼脑子都捧白了 然后腿特别僵硬 就这种感觉 怎么这个时候换我上场 这是这种感觉 可能再次回到球场 太大球场可能更多是兴奋 包括心态都比之前成熟了很多 也是 太大球场包括也是和 怎么说呢 算是重回故地了 也是在场上感觉 很奇妙的感觉 对 好多球迷号称 郭浩职业生涯在太大队第一个进球 我记得特别 因为很有争议 对 我记得是个折射 是吧 不是 是个头发丝进行 是蹭没蹭着 15年 对贵州 对贵州 那也特别有意思 因为为马赛后 球员肯定不会 因为他跟毛彪 他们关系非常好 毛彪串 不可能去争这个事 但是毛彪那一下之后 很多球员都在说 这球到底是 穿球是穿进去的 还是蹭进去的 很多人在争论 我觉得那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 是的 这个球后来之后 你还有印象吗 下来之后你和毛彪两个人沟通 也会说 但是我是觉得肯定是碰着了 但是也不会特别抢功的 但你这发型这么多年一直都是短发 你要是那会头发长点 你还有更多话语权 这个就像今年韩东飞和宋志伟那事 到底大韩碰没碰着 宋志伟到底是不是乌龙 但是总而言之这球是算进了 对 所以说这个进球 可能无论在史白 还是在咱们球迷心中 可能都会留下很深刻的音源 这个印象特别美好 对 虽然这场球我们最后输了 因为那场球印象特别深 因为那场球最后很悲观 那场球输了之后 确实被绝杀了之后 而且你还看着那场球应该就是个平均 最后被绝杀 但是回头想一想那场球 包括那么大下大雨 还有他们这个进球 想想过去的这些事 还是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在那里 没错 当现在回过头来去翻看那些比赛的时候 无论比赛的胜平复可能已经在人们的心目当中印象已经很淡化了 但是那些场上的点点滴滴 比赛内容本身体现出的那种细节 那种温度 是现在依然能够留在我们每个当事人 包括旁观者的心里的 我们都知道 郭浩在职业生涯当中的进球不多 所以每次进球 怎么讲叫铁树开花 咱们看看我们编导找出来郭浩其中的一个进球 然后郭浩咱们让本主来回忆一下 当时这个进球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是泰达对江苏18年 这是小慧是吧 然后这是一道矮小的身影 突然间出现在门前 将球打进 这球没有什么争议 就是你进的 这球当时有印象吗 现在还 太有印象 可能 这个因为自己可能踢的位置比较靠墙 可能到进去的机会可能比较多一些 这个进球 所以功劳肯定是愿意回家看我 在边路漂亮通风 自己只是剪个漏而已 但是这个进球 其实现在有点出名的感觉 是吧 就作为后腰腾腾腾一通往进去理刹 对 位置比较靠前 这也算小慧的一个经典时间了 是吧 左扣右扣 对方两个人真配合 但是你看物是人非 这个队都解散了 是吧 这个对手 然后你看当时水滴的看台上的球迷的人数 是比较少的 是比较少的 但是你看现在的球势就是火爆异常 所以但是这五六年的时间 你看镜头一切回来郭浩 是吧 发地线更靠耗了一点 一直那么白 一直那么白 所以我们化妆师老师还是不错的手 手艺还是不错的 那么说到这一点 其实郭浩真正开始在职业足球顶级联赛的舞台上 真正的站稳脚跟应该是从2018年开始 那个赛季我们看到你的数据还是非常不错的 23次的首发 只有两次是替补 而且还打进了当时在中超的第一个进球 那个赛季当自己真正的开始登上舞台的中心 开始真正成为主力的时候 你作为一个从小就练球的球员 是不是内心当中也会有一些波澜 或者说有一些悸动 可能经历了保击之后 就是有几次就是必须赢下来才能保击之后 心态可能就得到一个质的飞跃吧 再去上场踢这种比赛的时候 可能自己就是从心态这方面来讲 就可能比较游然有余了吧 2018年呢 自己作为就是算是踢的比较多了吧 我和李安一还聊过这个事 他说那年他也踢的比较多 我说可能那天我踢的也比较多 我们也都是想算是有一个追求 也是想更好完善一下自己 对 所以其实说到袁一我就想起来 李元一包括和他们 包括邱铭包括和赵英杰 虽然赵英杰不是他们年龄段了 但是92大家关系都很好 所以才有了和山东海山那个事 倒霉就倒霉在这太熟上了 他们俩是挺熟的 但是山东队那几个队员学的不是这回事 他们可能异性了 觉得你怎么把我的队友往下拉 这是职业足球当中很有意思的一幕 所以造成那场比赛有一点小小的混乱 实际上人俩人关系特别好 所以才造成这样一个小小的玩笑 当然这是一个花絮了 说到郭浩 另外一点你就不得不提 就是竞争 因为93年带领他们年龄段踢队的主教练王军军阁和你是同一个位置 这个是更有一层关系了 就是当时王军军阁踢球的时候就是面临很强的位置竞争 因为虽然那会是假A 包括中超初期三条线上也都是外援 每个队都会引进一些高市民的外援 你像王军军阁那会儿蒙古尼 索萨 赛萨罗 这都是后腰上他要竞争 到今天他还很自豪的 他说我一条腿 踢到天队队长 我跟这些外援去竞争 到了你算徒利 学生这一辈 他在位置上依然也和很多的外援 包括高市民的内援去竞争 去不完全统计 你像什么米克尔 郑海木 阿哈麦多夫 这些高市民的内外援 你怎么看待后腰位置上 尤其中轴线位置上和这些外援的竞争 因为和他们竞争 你很有可能就会压缩你的出场时间 影响你的职业生涯的发展 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我是这么认为 可能在每一支球队竞争都是必然的 良性竞争 我觉得无论是对于球员 包括对于一支球队来说 都是一件比较好的事情 可能无论是作为主力来讲还是提补来讲 保持好每一天的训练 我觉得你自己准备好了 给你机会 你才会把握出机会去站稳脚位 可能你自己连准备都没准备好 你到场上发挥的不是那么的好 可能你下一场就没有机会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 包括现在来讲也是 就是自己也是作为一名职业球员来讲 也是希望把每一天的训练首先做好 然后给到你机会 你就把你自己的价值去体现出来 这也是很多球员在长年的位置竞争当中 都建立起来这种心态 那么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 到了这个2019赛季的时候 当时可能也没有太多人能想到 那个赛季就是疫情前 最后一次能够有球迷进场关赛的 当然那个也是金元时代的末尾了 曹队那个时候就基本上要退役了 大伙也都知道 他打重庆那就是最后一场比赛了 那么他退役之后 这个队长秀标 继承人的这个传闻 或者说这个新闻 在后面大家也是广泛的讨论 其中郭浩就是一个潜在的接替队长秀标的这样一个人选 当时你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队长我觉得代表的更多的可能是责任 然后今年包括球迷也是 来讲自己的压力可能也是比较大 我觉得队长这个不只是自己能做得好 也是需要去给旁边的队友当模范 也是需要自己把球队去精明好 就算这个 确实属性就更多了 因为你不仅仅需要干好自己的这段事 对吧 然后还要球迷更多的目光去交在你这 队友更多的目光去交在你这 主教练也会把更多的这种使命和责任压在队长的身上 这个可能就跟他自己平时作为一个个体在场上踢球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 史白觉得如果郭浩当队长是不是也是一个称职的人选 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 因为我觉得队长首先就是责任心 你就说本地孩子再没有责任心 对吧 他肯定是相对来说队里的一个本地孩子 他对球队最有感情 他肯定更有责任心 那天我记得我边边有一个画面 那天马宁吹了一个我没犯规 我记得郭浩和那个 两人立刻就过去了 看口径的看过来 咱们犯规了 哪犯规了 记得吗 那画面特别有代入感 就是那种感觉 因为都知道 那天美达看见马宁都不好意思 现在我们还敢有人去跟他还能过话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勇气 这就是我们本地孩子这种勇气 这也虽然比较有意思 因为现在好多球员都不敢跟马宁直接去对话去 确实是在球场上就得有这方面的一种胆识 才有可能去做队长 因为做队长确实太难了 就像前日子可能王秋名遇到了这种压力 我们感觉队长在球场上他不仅仅是要把所有的事都要糊了平了 而且自己还得踢得好 还得进球 还得防守 所有的事都要干好了 场底下还有好多事要跟教练沟通 跟队员沟通 把所有的事一切都要做好了 我觉得队长压力很大 不像我们 我们在台上看着觉得队长是什么样 但是其实他做的工作太多了 这不是我们外行人能够去评价的这件事 而且你可以明显感觉到 当然这又是一个查开了 就是说你可以明显感觉到 邱明确实真当个事 他把外界的一些评论包括一些生意真当个事就记在心里了 所以你看这就是队长给他带来的这种压力 你要不当队长没这个事 就是带上队长袖标之后 这点其实他应该问郭浩 郭浩当年弄完孔卡之后 那就不看了 压力太大 后来一听说 吸烟有害健康 我这一狠心一跺脚 您把烟戒了 我这吸烟节目再也不看了 他把电视节目戒了 就不看了 其实这个不是说玩笑 也不是说鸵鸟 因为你作为球员 你的注意力还是要更多的集中在场上 你如果太多的被这种外界的无论是赞扬你的 还是批评你的这种声音左右的话 你肯定会影响你自己在场上的一些心态和状态 其实我说到这个问题 我觉得大家还是多去跟球迷去构图 你看即便是那场我们打平了 跟深圳打平了 或者怎么样那种 结果并不是那么理想 但是球迷对你们的感觉一见如故 我觉得如果你的视野里面 或者你的眼里面看多的 看的都是这样的 正能量的这样的 这些球迷爱你的人 我觉得那些网包或者一些那些负面剩下 就不会影响你了 真的 我觉得现在大家应该是抛开那些 可能网上那些负面的东西那只 别去看它 支持和关注咱们的球迷是绝大多数的 这几年疫情大家都知道了 没有球迷的足球比赛是不完整的 甚至对于球员来说也是一种痛苦 所以球迷确确实实是需要我们去重视的 也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 这一点也是希望在未来 咱们就像刚才史白提到 球迷和球员之间能够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让我们的比赛当中的氛围越来越好